我们今天是一位打电 一位名师 Celebrity 两个来吃 懂啊 书来了 大家好 我是Jenny营养师 大家好 我是Auntie Jojo 不是啊 Tattin Jojo Tattin Jojo 今天客串 客串 我们马来西亚 北红塔豆 塔豆的太太叫Tattin 所以她今天是Tattin Jojo 是马来人开宅节要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 出来吃马来餐 那今天我穿的这个 是马来服装 Badjou Kurong 你今天装很漂亮 真的啊 我从初天亮直到跟你吃这个饭 我就很兴奋了 因为我要穿这件衣服 你知道这件衣服是有历史价值的 谁给你的 我外婆 这个衣服 这个布料呢 是她在印尼的时候那边买的 然后我就找裁缝是特地定制的 有历史价值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纪念性的衣服 因为她送我的唯一的一匹服 然后我把它裁成Gabaya 对 什么是Gabaya呢 Gabaya就是属于就是在五代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渣娃和婆王朝 然后她们都是穿这样子的衣服 Gabaya它源自于那个阿勒波语 Gabaya 慢慢慢慢 然后时间的远变 变成发音为Gabaya 然后通常是我们的牛娘 爸爸穿的 它会有那些很漂亮的花卉啊 小鸟啊 草 主要特色 如果是在传统点呢 下面几下穿的裙子是沙龙的 等下我赚一圈给你们看啊 真餐很美的 零龙有致 一个龙苗条 所以我们今天有叫了一份就是牛娘食物 通常一个正统的Gabaya 它一定要配这个 Yasalem的 而且Bajou Gabaya是我们 马六甲华人的 他们穿整个服装的 他们虽然是华人 可是来到马六甲 而且牛扣的 比较精致的 对我特地带了这个Bring Bring 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马来同胞 Slamak Hari Raya 好 Makan Makan Silakan 这个茶它是刚才跟我讲 是Ginger Lemon Gluff 是那个香茅跟那个姜 一起包的一个茶 对 香茅姜茶 我是名称的是Dedaret 不过它没有装在Dedaret的肥 我还是有泡的 你知道为什么叫Dedaret吗 因为印度人 他们加那个茶跟奶的时候 拿来 辣 辣茶 对有机会我们拍那个辣茶 所以赶紧我们去吃印度餐一下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叫的美食 首先呢 我们一坐下来 哇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然后 这个是他们给我们吃的小吃 然后 我们叫了一些 比较特别的美食 有健康的这个沙 这个叫做 叫什么 菜单拿来 是定家奴 这个马来西亚半岛北边 定家奴 它是有些鱼 所以它有这个炸鱼饼 然后上次的影片去炸鱼饼 也是有吃这个鸡兰蛋的美食 他们也是有炸鱼饼的 然后呢它有这个酱 这个酱应该是沙拉酱 然后有这个生物瓜 是 还有这个 黄梨 这个丝 最后还有这个七粒八粒 小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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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淋一下酱 要淋吗 辣耳 怕很辣会吗 哇 哇 辣辣的感觉 好棒耶 这个沙拉可以帮助消化 特别的是这个定家奴的沙拉 它有这个青木瓜 生木瓜 试试看 它的黄梨很甜耶 这青木瓜一点都不酸 它还是很脆口的味道 而且它这个黄瓜 有点那些辣酱啊 我其实不是很吃辣的人 嗯 可是它这个辣酱是 蛮调味的 辣辣的哦 试试看 哇 你的衣服跟今天这些菜一样红耶 哈哈哈哈 衬当 它有酸味 所以酸辣的感觉很开胃 在飞上吃一些喜饼啊 就是吃煎炸的行为 是少量 之后呢 我们在 吃完整餐的时候 也喝一些好像刚才讲的 这个柠檬草啊 可以去腻 很好吃哦 去去生的 啵啵吹啊 嗯 像你一样啵啵吹 哈哈哈哈 今天18岁 哈哈哈哈 抱歉 哈哈哈哈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来你吃这个虾 这个虾 这个虾 好大肢哦 先看这个 牛尼亚的虾 嗯 牛尼亚的煮 牛尼亚的煮 牛尼亚的人喜欢吃海鲜 他们 哦 牛尼亚餐煮海鲜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要讲一些马来话 哈哈哈哈 马来西亚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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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在我的频道 讲过马来西亚的营养师 马来西亚的营养师 我是会讲马来西亚的 我怕的 你们知道开虾怎么样开吗 用虾 你要想用一个东西来盯着 他们说是先把这个脚啊 脚部去掉这个虾脚 这是秘诀 因为 我是最喜欢吃虾的营养师 然后你就 插住这个肉 把其他两边的虾壳 哇 你手势很顺耶 虾最有营养的地方是它的虾壳 因为有虾青醋 哦 但是虾也有很多 很好的蛋白质 然后我们来试吃一口 来给它乳养师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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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虾很新鲜 够Q 够Q 而且够发质 我要给它 如果是五粒心的话 给它六粒心 这么新鲜啊 很好吃啊虾 哦不错不错 它带一点点 那个黄酱的味道 这个咖喱 嗯 再点一些这个沙拉吃 嗯 啊 像是辣沙的感觉 对 我们平时吃辣沙是用面的嘛 哦 好像沙拉辣沙 就是配这个啦 这个 哦 然后再 中心的尝试走 哦 哦 哦对 搭配得很好 所以你们一定要来这个 The One 在The Link 给它 是中心的 嗯 我们还在等住 我们等下的这个 它这里具有名的就是 这个咖喱羊肉 必点的 那是Uncle Roger 对 访问Chef One Uncle Roger 就是自己学 Chef One教他 如何煮这个羊肉 这个羊肉 这是我们的菜喱 参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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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参丰 像这样 这个 这个比较难 做食物的食物 比较船船 你只是放入盆子 来 我们等下 吃一下 这个他给我们两个饭 然后这个呢 比较这个 浅颜色的呢 他讲的是 Nasi Dengganu 然后这个是 Domato Rice 番茄饭 番茄饭 对咯 他会适合我们两种口味的饭 这种比较是马来风味的 这番茄饭很好吃 真的很开胃 是 很香 一粒一粒的 全部都有那种 酸酸甜甜的味道 来吃一口吃吃看 很香很香 然后 这个Nasi Dengganu 它上面有一些脆脆的 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Bawang Mera 我们的红葱头 红葱头 对 脆脆的 哇 嗯 哇 单单吃米饭就够了 这个米饭的感觉 已经让你觉得 停不下来 一口接一口 太香了 可以试试看 加这个羊肉咖喱 羊肉咖喱 羊肉咖喱 OK 很肥嫩 很肥嫩 对 捞点酱 这个是马来人吃饭的方式 对 然后再拿一点这个 这个是什么 马铃薯吧 是马铃薯吗 不要让我试试看一下 这个是黄梨 黄梨啊 所以马来人煮咖喱 会放黄梨 对 黄梨 台湾叫 凤梨 凤梨 马来西亚叫黄梨 马来西亚叫黄梨 然后 这间话叫翁来 翁来 这间话叫翁来 哇 我们真的是 香港呢 叫菠萝 好吃 哇 太棒了 一口羊肉 一口羊肉 我一定要配饭 因为我是饭碰 哇 很香 那你吃饭还是很香的 是真的很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 它的羊肉 完全没有羊烧味 然后它全部已经吸收了那个咖喱的那个香料 每一口都是那个 家里香 太好吃了 OK 我要你加饭 嗯 是咯 真的很好吃 吃饭 OK 你还要吗 不要 对 那一口 哦 玉米饭 这个饭哦 真的是第二盘了 真的是不可思议 要再加这个酱下去 它有很香的那个椰浆 浓郁的椰浆 哇 这一馋下去 快乐是生鲜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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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哦 来第二碗了 鸭 登登 你明天要断糖了 让我们有一种幸福感 因为当你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 你是在觉察食物 你觉察食物 比你知道你吃什么 怎么吃 还是更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人生的体会 这个是你觉察食物 这个是你觉察食物 嗯 我正在切着我的虾 阿滴你在切虾 对 然后 这个鸭鸭会吃 不无理啊 他买单就好了 再淋一点这个酱 哦 阿滴你很会吃 真的 我告诉你哦 我们最厉害就是 撈着 广东人讲的 撈饭 对 我们又讲福建话 又广东话 又马来话 又英文 又华语 对 瞬间觉得自己 有一点 有点 拉丁的感觉 好 好 快就成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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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眼睛有很多 千根高 她最出名是她的眼睛 她很可爱的 嗯 收尔马 哈雷 Raya 爱 assess 她的眼睛 小铃鸟 Mund 哈 哈哈 给我一个赞 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是你的营养师 Jenny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这间Kubaya多少钱呢? 无价,全世界只有一件